歡迎收看 小明星 小明星 好 後來其中就是 有一個月要用的時候就發現說 奇怪 怎麼那個衛生棉上面 我終於才知道說 原來連衛生棉 都有過期這種事情 對 真的 所以從此之後我就發誓 絕對不要因為它很便宜 然後有打折 然後你就去買 超過你需要用的量的額外 一個情況 對 其實坊間有很多銷售的話說 包括說 第二件五折 感覺很便宜對不對 我跟你講最常發生 就在便利店的飲料 沒錯 對啊 我每次只要喝一瓶 一看到他說第二件五折 就變得拿兩瓶 然後越拿越多冰箱都買 然後再加一塊 又可以多買一件 對啊 趕快再買 對啊 然後又說再買一件 可以抽獎有沒有 再買一件 再買越多 對 我考一下小小魚 第二件五折的話 這樣總共是幾折 吃魚嗎 你怎麼那麼厲害 很厲害 我都只買一罐 對 他每次都會問我說 第二件有打折可以抽嗎 我就說不用了 謝謝 妳從來不受誘惑喔 不會 我就只買我需要的 妳越來越脫離窮人的行李 對啊 只買需要的而已 因為我喝不完 對 那我現在還是看換阿Ben好了 我覺得你比較有可能的 完蛋 不過除了這個以外 一般現在年輕人 他正餐不吃 他吃那些像 什麼老的 對 那些都是打折嘛 對 那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也是一種浪費 對 為什麼 這個部分我圈 這個部分我圈 我圈產了 終於有了 對 我是統一企業啦 然後那種 連鎖 連鎖的素食 的愛好者 支持者 一般來講像這種零食 你完全不能取代這種餐 你如果真的比較起來 他並沒有比較便宜 對 所以你這樣吃素食一個月 大概花到多少錢 有上萬 而且這是不包括 不包括我跟朋友去吃大餐 聽起來以為會很便宜耶 對 但是就是因為實在是不會煮 然後 偶爾會去吃麵攤 但是有時候可能就是叫麥當勞 或者是 會比較方便 或直接走去7000 然後你就會想說 買這個買那個買這個買那個 可是你就吃一個飯 你就會配一個什麼小布丁 小豆花 那再加個優酪乳好了 然後再加個飲料 對 對 所以現在一花也一百多塊 對啊 隨便花也一百多塊 我隨便花到一百多塊 那還不如吃自助餐對不對 對 三菜一湯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是 再來的話就是捨不得丟不用的東西 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百分之七十 根本一輩子都沒有用 那些東西其實都藏在你們家裡 好 所以我們要來投票一下 總是捨不得丟掉 酒放不用的東西 請舉圈或叉 哇 哇 哇 你閒了 你閒了 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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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伯捨不得丟 他當然因為他的東西都那麼貴 我會捨不得 對啊 而且是像之前當歌手的時候的宣傳服 我都會把它留下來 對 留下來做紀念 對 就明明知道說現在的身材 都穿不下了 對 但還是會留下來做紀念 廠商贊助的 比如說保養品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防曬油啊 這些東西你就覺得說 會用到會用到就放了 會留著 我一直到搬家的時候 才發現天啊 我怎麼有這麼多過期的東西在櫃子裡 因為我們家只有35瓶 然後有整整5瓶 就是放一箱一箱堆 對 就是歌迷的這一整箱 是什麼吊飾 這一整箱 娃娃 紀念器 對 然後就整個家就是很擠 然後我爸爸已經把它整理好了 都堆到天花板了 就還是很擠 紀妹妹妳自己會丟嘛對不對 我會 妳穿不下的衣服會給妳的妹妹 我不會穿不下 沒有 妳都在穿嗎 射紙 射紙 妳有可能那個衣服 一直在穿嗎 沒有 我是這樣子 我養成整理東西的習慣 是因為 對 對 對 我三年搬了五次的家 後來我就有一個認知 我就發現說 有一件衣服 如果我兩年都沒碰它 妳不會再碰它 對啊 所以我就後來都會把衣服清掉 鞋子 因為我姊妹們還滿多的 我就開始會分送給姊妹們 像保養品也是 家裡因為女生多嘛 所以我就會整理出來 一陣子一陣子整理一批 然後自己常用的就留起來 不常用就開始送人 可是妳以後 家裡一定有一批東西 沒辦法丟的 衛生紙 沒有 妳小孩子的玩具 對 沒有 我也丟耶 我小孩子的玩具 我怎麼樣處理 沒有 像我老大以前 做的那些玩具 不讓我丟 你說小朋友自己 親手做的 自己做的一些組合性的玩具 它不讓妳丟 妳果然是過來人 因為我現在整個櫃子都睡 對 那妳以後 妳家可能要100坪 我現在 因為妳兩個小孩嘛 對 我現在整個櫃子都放下 妳老公不是叫妳再生兩個嗎 哇賽 厲害了 這樣算了 到時候要租一個倉庫有沒有 中門拿來放那些 真的 很多小孩子都很奇怪 她不讓妳丟東西 真的 所以現在我們 對 她大一點理智的時候 妳就可以丟 我不曉得女孩子怎樣啦 男孩子的房間都很亂 真的喔 像我小孩子 國小五年級 她勞作了一支木劍 我說那個木劍要幹嘛 她留著 留在床頭旁邊 就不想來幹嘛 她想閉線 講這麼大的啊 對啊 我一直要丟 丟不掉啊 她不給妳丟啊 有紀念性啦 所以這個題目跟窮人 就是有錢人也有關係 有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如果說 你身邊有一堆東西 是你始終捨不得丟的話 我覺得這表示 就是明明它已經不是 適合你了 但是你還捨不得丟 我們常常講嘛 很準喔 有捨才有得 那因為妳有決斷 決斷力 妳面對這樣的現實 妳知道說 它真的不適合妳呢 妳趕快跟她說拜拜 這樣子妳才可以把 妳剩下來的時間 體力 精力去 運用在妳適合的東西 適合的工作 然後需要處理的事情上面 那剛剛季晴 季美媚講到搬家 我自己也有切身的經驗 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在搬家 然後呢 女生總是東西比較多 對 那我老公說什麼 這些通通沒有打包 我說對啊 舊衣服要打包啊 不然通通丟掉嘛 他說 你租啊 房子一瓶60萬 你拿來堆你的舊東西 你給我搞清楚 我想想也對啊 對 趕快檢查一下 三年之內沒有穿 我大概丟了五六箱的衣服 然後這些衣服都是我過去 從學校畢業到現在 二十年來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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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看 身材都沒變 身材非常的好 好愛 我要走個秀 走個秀好了 所以我其實不是直接一點 我就是給阿伯拿去跳蚤市場買 那我覺得這也是 運用金錢的另外一種方式 對 而且我覺得像阿伯啊 不是都把打歌服留起來嗎 對 像那個人服也是有這樣的 是不是 對 都會啊 可是實際上真的用很久之後 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你們不可能再搭歌 再穿一遍 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 你們什麼時候才會回不去嗎 沒有辦法 因為你知道 曾經視為偶像團體的議員 我們就是走不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走不出來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現實 沒有 我們有包袱 其實在日本有一個作家 他叫這個三下英子 他在去年寫了一本書 叫做《斷舍梨》 在日本是暢銷書 那你知道他這三個字在講嗎 斷 對 就是就是說 切斷 對 切斷 捨得 離 不需要在一起的東西 就會跟他離開 斷舍梨 對 他就是寫了這本書 那這本書 其實他是本來在教人家什麼 他是在教人家 整理術 日本人不是家裡很小的 對 在教人家收納整理 可是呢 他說他在教這個課之後 那個後來回想很多 很多人就是說透過 開始整理 開始丟東西 開始捨棄 他終於就是說 走出自己人生的新方向 比如說我今天就帶了兩袋 我自己 平常有在做的收納的工作 那什麼扣角平單嗎 對 我其實收納袋 在家裡大概就有十幾袋 每一袋都有不同功能 對 像這一袋打開來看是什麼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發票 那因為發票為什麼 第一個你可以對講 然後我這個收納袋裡頭發票 是由大家統編的 我自己的公司 就是可以要做一些報章的動作 那所以到時候你不會等到說 會計師來跟你要一些 收據 對 收據的時候 你要在那邊找一找去 我要混在一起 對 那很浪費時間 對 那像這個收納袋是裝什麼 這個收納袋呢 就是專門裝一些 我自己看病的單據 那你留單據有兩個好處 第二個是報稅 對 第一個是報稅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上面有醫生開給你的藥品 那你就知道說你到底吃了什麼 那如果你身體上有一些不好的反應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跟醫生說 醫生你開了什麼藥給我 那可能呢 我現在最近有什麼狀況 是不是可以改藥 或者是我吃了哪一顆藥有副作用 所以其實我覺得 平常做好收納工作 表示你這個人第一個很自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你很自律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在生活上 或者是理財上 我們真是高人一等 沒錯耶 那再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就你電腦的桌面 整個電腦的檔案 拍得滿滿滿 要找找不到 好 電腦中檔案總是 塞爆電腦桌面的 請舉圈或叉 要誠實啊 對 要誠實 要誠實 我很誠實 要誠實 我有潔癖 你那我很意外耶 沒有 因為我像 比如像我們現在錄這個節目對不對 那我會收集很多的資料 對 那我為了方便我就給他 都留先留在桌面 那我今天晚上回去 就把它又丟丟丟丟 丟到那個我的資料 資料家裡面 對 那我常常現在我在收集 我今年要三本書要出來 對 那我三本書有很多的資料 我就放在桌面裡面 所以最近我的桌面很亂 那我就請我們董事長幫我整理 那我們董事長很忙 沒有 你的董事長就是 董事長 董事長 董事長很忙 錯誤規劃 財產進存 負資產 有人認為 它可能是你的負擔 我寧願比如說 做一些可能現金的一些 訂存之類的 訂存之類的 1.3 那我們的物價的波動2% 對 所以以前存在政府 你等於是 是耶 對 現在才知道